有一個圓形的或者是方形的選舉區域 那你可以點圓形的選舉區 然後呢在綠島的地方把它選起來一下 建議是把它選大一點因為手指頭一般不太好點可以給它範圍大一點 那點下去之後的話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這個範圍連結到哪裡呢連結到Page Page 1 有沒有 然後 其他不用改就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換第二個 比如說這個其他以此類推了 這個是南寮與港一樣把它打開來那一樣的方式 再分別看連結到綠島那叫南寮所以這邊的話呢再來請Page 2 以此類推其他的話我想各位 可以再自己加上1234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可以及時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如果你優標放上去有沒有一隻手就出來了 一隻手就出來了 點下去 OK 就跳過來了 那這邊當然你可以做個Back 那等一下再來看就是說如果我現在要回到 這個其他 背個怎麼背個到這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我們可以 加上利用這個 這個其實在 網頁上面也是 也有這個同樣的功能 第一個 影像地圖 第二個的話就說呢 剛剛我們有做出來就是說 這個地方 有下面這邊有一個是 這個Netbar 但是呢你把它點擊下去的話 到那個 綠島的時候你會發現 葉尾 有沒有 他出現什麼沒有 沒有那個巡染列 那實際上那你可以把 把剛剛的葉尾 負責貼過來 他目前是沒有那種 有一些軟體是有版型的 直接就是 這個版 他底下都一樣 但是沒有的話 你只要用 用那個 複製貼上的方式 像這個地方下面有沒有 你可以特別注意有一個訣竅了 就是選到Footer 這個葉籤 Footer選取之後的話呢 你把它Ctrl C一下 只要選到Footer 那等一下再到這邊 葉尾的地方 也是Footer 點一下有沒有 再貼上 你會發現 直接就可以 一樣的位置 而且一樣是 有這個固定在下方的效果出來了 OK 所以第二個 請各位把這底下的葉尾也全部變成 尋覽列 OK 就是影像地圖加上 這個尋覽列 每一頁都加尋覽列 OK那葉尾做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它Save Ctrl S一下 再及時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點到其他的頁面